我覺得應該是要繼續清零下去 台灣這個防疫 到今天有這個成績 因為中央一直實行了什麼政策 它是政治防疫 它是選舉防疫 它是卸責防疫 它是類民意防疫 我們都聽不到專業的聲音 靠著政治的鼻子 再加上呢 偽民意的 真的一個好好局面 就跟他們這樣 就民調 其實我覺得每個地方 它的狀況不一 那台灣是狀況移植都很好 你從來沒有真正的大爆發過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要繼續清零下去 對 你像香港 因為它就是政策的搖擺以後 它本來守住了 可是就是因為政策的搖擺 態度的不明確 你一個政策 你變成吃之毫離差 整個執行 它就鬆懈以後 它就到了一個失控 那美國 歐洲 它是一開始 它就沒有在 沒有在做 好好在做清零的東西 所以它一開始就亂到現在 對 所以它只好 只好走上什麼 與病毒共存 它與病毒共存走了 走了兩年多 我們台灣走清零走 我們走得這麼久 我們守得這麼好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放棄呢 我們成本不高 你本來就守得好的話 你繼續守得好的話 那是一個延續 你過去的作為 所以你上面的政策 不要在那邊搖擺 你上面一政策一搖擺 一模糊 下面的整個執行就鬆懈 所以政府常常是 失之毫離差之千里 所以掌舵的人很重要 我一直認為說 台灣 戰果要維持 你現在 你現在能夠清零的一個狀況 你的每日感染率 譬如說十例八例 你就要把這個戰果要維持下來 你就不要再政策擺盜 因為那個到後來 你要付出的代價 會很大 而且超出你原來想像 像香港就超乎原來想像 所以我覺得你能守得好 你原來有秩序 你就把那個秩序維持下來 你不要在那邊說 別人都為什麼 別人的出發點跟你不一樣 對 美國 歐洲出發點多分 它一開始像這個 像瑞典一開始就搞 就搞與病毒共存 它付了多大代價 人家都已經付了那麼多代價 我們現在才能衝 我們為什麼要去東施孝平呢 我們的出發點 我們的起步點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覺得這個蔡政府 就是因為中央高層的政策 出現了怎麼樣 出現了猶豫 出現了模糊 這樣這一場的這個 整個的這個防疫 現在我覺得是蠻危險 你比如說 陳時中已經講 淚普篩了 他就是普篩 基隆就是三十七萬人 三十六萬人 對 過了幾天以後又變成什麼 非強制性愛心衰減 也不過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這裡面你就證明什麼呢 就是說 台灣這個防疫 到今天有這個成績 運氣好 因為中央一直實行了什麼政策 它是政治防疫 它是選舉防疫 它是卸責防疫 它是類民意防疫 這四個通通是真實的 它就不是一個專業防疫 對 我們都聽不到專業的聲音 這些有專業的人呢 現在都被他排擠掉了 沒有專業在那邊呢 就靠著政治的鼻子 然後呢 選舉的感覺 然後靠著怎麼樣 卸責的本能 再加上呢 偽民意的 作為自己的後盾 在這邊防疫 真的一個好好的局面 就跟他們這樣犧牲 就民調先行嘛 對 民調先行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物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